猜猜画面中的这个小女孩是谁 没错这是乒乓球大魔王王楠和丈夫郭斌的宝贝女儿笑笑 郭斌经常伸出妻子和女儿两人练球或是对战的画面 王楠有两个孩子 2010年出生的大儿子郭奇 2016年出生的小女儿笑笑 这位前世界冠军女单大满贯 曾试着让儿子学打乒乓 但是王楠自己说 他很快发现跟儿子打球会受伤 被儿子起得内伤 于是王楠放弃了叫儿子打乒乓的想法 等到有了小女儿 王楠抱着再给小女儿试试的想法 结果在女儿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记忆 加油 漂亮漂亮 好 对 好 逼我快了啊 2020年10月17日这天 王楠和郭斌这对父母决定将小女儿送上乒乓之路 开始正式的训练 当爸爸的郭斌在社交媒体上特意的记录下这天 并且开始每周打卡追踪女儿的训练过程 89 不要断肩膀 91 92 93 这个好 对 越打越自如好 96 快转 97 98 99 100 1 2 3 4 5 转 6 7 8 笑笑的训练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和同龄小伙伴一起 跟着教练学 基本动作体能训练 什么都要练 如果训练中迟到了 犯错了 一样要爱训 小女孩太没经历了 出场的家伤良好的习惯 怎么办 我知道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我几点就几点 我几点就几点 三点就几点 我两点半就来 我去啥啥啥 对不对 人家都几点来 哪有差点来的 你看老迟到 你怎么在外 教练跟你说 慢点 快看啊 快看啊 再玩玩 咱们快去练 你要能认证练 反正训练 你不认证练 接着办吧 看别人 不是说 因为换一个心理训练计划 你可能大脑里边 要加成记忆 怎么加成记忆啊 你就拼命地去过去 错了没有关系 不要看我 自己重新 再来再挑 重新再开始 一 做错了 马上再回来 再重新开始 这就OK了吗 挺好的 对不对 你改正错误 只有你自己 你看我也没有用 我也不能代替 浓不浓 再做三次 加成印象 加上皮片剂 在中间正手 点白手 正手连续两个 中间 点白手 小小 抬起来 屁股抬起来 少许时间 手都要10秒钟 还有10秒钟 另一个部分的训练 就是回家以后的 家长开小灶 一般来说 爸爸担任摄像和后勤保障 妈妈担任教练和陪练 周末的时间都不放过 一练就是三个小时 8 8 你看我撤开 9 你看我来 9 小小 放我 9 10 是不是 点子 11 谢谢妈 谢谢妈 来 谢谢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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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谁对她的吧 对啊 你做套子吗 教医 你做套子 你说靠模仿 模仿吗 这个白手 正模仿 笑笑打球的姿势 和妈妈王楠 不能说是很相似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小姑娘身高 才刚过乒乓球桌 胸口一下的大半身子 都被躲藏在了桌子下面 看上去 小小的一只 和妈妈王楠一样 笑笑也是左手横拿着球拍 只见她紧紧地盯着桌面和乒乓球 面对妈妈打过来的球 一个都没有落下 小小年纪 球迹惊人 再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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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一二三 再快点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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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今天脚不错 二零二一年10月17日 是笑笑正式乒乓训练一周年 爸爸郭斌再次揭露女儿的训练情况 并和一年前做了对比 不得不说 笑笑真的是进步巨大 即使是继承了妈妈的天赋 有妈妈的陪练 小小还是必须像所有从事运动的孩子一样 只有反复枯燥的重复训练 泪水汗水的辛苦付出这一条路 才能够带来运动成绩的进步 在中国平坛 王楠是仅有的几个大满官之一 在职业生涯中累计获得的世界冠军共有24个 至今5人超越 王楠今年42岁 在结束辉煌的职业生涯后 王楠嫁人生子 2001年 在刘国梁的介绍之下 王楠和经商的郭斌相识 据说郭斌对王楠是一见钟情 见面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2008年 王楠和郭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年后顺利产下儿子郭琪 郭斌给了王楠最好的陪伴 非常支持他的事业 王楠婚后曾经得过癌症 但是夫妇俩共同努力 王楠的身体早就已经痊愈了 有了大儿子之后 2016年 王楠又追加了一个女儿 就是这个小姑娘孝孝 今年孝孝已经5岁 和哥哥郭琪一样 孝孝从小就受到大满官妈妈的魔鬼训练 和哥哥不一样的是 孝孝在运动方面和妈妈的相似度很高 不仅都是左撇子 还被发现 孝孝年纪就有极大的爆发力 由于孝孝打球她有天赋 自豪的富气笑称 女儿走专业 一定会把妈妈拍在沙滩上 而孝孝也真的被广大网友们认定是一个好苗子 为什么要挥拍 因为第一个是让动作 每天重复这个动作 让动作 就是更固定一点 不一样眼睛 因为球东打响球 找下手球 跑步 捡球 哪里使劲打球 还有手 还有胳膊 还有小臂 那腰呢 腰也得使用 怎么使劲啊腰 腰还挺舒服 好棒 如今孝孝正式地走上了转业道路 启蒙教练就是大满贯冠军 未来就看笑笑的咯